四岁小萌娃只是瞟了一眼 就被男人按在地上无情地殴打 但她不知道小萌娃却有三个不好惹的哥哥 而她的爸爸更是龙国首富 燕来依 你妈妈怎么死的 什么 妈妈死了 警察姐姐告诉我妈妈去天上了 舅舅 别胡言乱语 燕来依的妈妈只是到天上去了 根本没有死掉 对对对 燕来依根本不知道她妈妈死了 但小依依还是感觉不对劲 小声地询问 我妈妈真的死了吗 我刚才说错话了 你妈妈确实在天上当那个什么螃蟹女皇 不对 是魔仙宝女王 对对对 是魔仙宝的螃蟹女王 但你妈妈在当女王之前 是不是经常骂我们 还有你妈妈跟你都是怎么活下来的 听到此话燕来依为难的低下了头 燕来依 你最好别在我们面前耍心机 我们最讨厌的就是耍心机的女孩 你必须如实交代 否则我就把你送回孤儿院 哼 小依依抖了抖身体 眉宇间攀上一丝畏惧 妈妈不怎么说你们 只是喝醉的时候会说几句 妈妈打妈最多的是依依 沈静慈看到她这个样子 心中隐隐有些作痛 那你妈妈平时都靠什么赚钱的 逆文言眉心扭成一团麻花 她虽然小 但她明白妈妈做的不是什么好生意 她摇了摇头 不想让他们知道 那你妈妈为什么会出车祸呢 她被一个女人追着打 因为那个女人的老公要给妈妈钱 后来那个女人把妈妈打了一顿 妈妈害怕的跑了出去 结果出了车祸 燕子熙竟然这么做见自己 从小到大我们什么时候亏待过她 她非要把自己糟蹋成这样 现在死了就算了 还留下这么一个脱油瓶 给我们怎么不带这个孩子一起死 看到燕丽形的恐怖的样子 小依依顿时吓得脸色苍白 身体不停地颤抖 不要打我 依依会听话 叔叔不要打我 依依别怕 没人要打你 她仍然记得妈妈带回来一个男人 自己只是瞟了她一眼 叔叔就把她按照地上疯狂地报答 本来妈妈想要上前去阻止 但那个男人却说让她发泄完 就会给妈妈一笔钱 妈妈没有丝毫考虑便同意了 本就瘦小的她只能躺在地上 被男人疯狂殴打 打完之后 妈妈又像丢垃圾一样 将自己丢在垃圾堆里 对不起我错了 不要打依依 依依再也不敢乱看了 燕兰依 我是沈静慈 你清醒一点 有哥哥在 没人敢再打你 哥哥他们要打我 依依没有做错任何事情 依依不想再被他们当发泄工具殴打 她才四岁谁让你对她发火的 我觉得她这个反应很不对劲 好像形成了一种条件反射 显然经常被人殴打 你问问她 依依 你告诉哥哥 有人打过你吗 那个人经常打我 打过我他就会给妈妈钱 可是依依什么都没有做错 听到此话在场中人顿时火冒三丈 找到那个男人 我要让他付出代价 沈修业二话没说 转身打电话让人调查那个男人是谁 燕莱一你记住 从今天起没有任何人敢再欺负你 过去那些欺负你的人 我会让他付出惨痛的代价 我会打断他们双腿和双手为你报仇 老爸已经找到那个人渣了 大哥 我们没有得罪过你吧 求求你 放了我吧 这个孩子你见过吧 燕莱一 你 你们是谁 你们和他是什么关系 你打过他吧 我是他父亲 把他双腿双手给我废了 顿时地下室传来撕心裂肺的惨叫声 燕莱一 庆幸你自己死了 不然我不会放过你的 生下我的孩子 你竟然把他当作畜生来养 另一边燕莱一已经沉沉睡去 沈静茨足足在他身边守护他一个小时 沈修燕和沈在野直勾勾盯着他 沈在野嘲讽到 不是吧 沈静茨 你应该是我们之中最讨厌他的 现在怎么像变了个人似的 我只是觉没有人安慰他 哭得让我很是心烦而已 没有别的意思 虽然燕莱一很是可怜 可你不要忘了他妈妈差点杀死我们的妈妈 而且他的母亲是用一些不正当的手段 才让父亲和他有了燕莱一等 燕莱一就是个肮脏的孩子 他已经换掉了那一身体 现在穿的衣服是最好的 所以他不脏 等众人都离开后 燕丽行也来到了燕莱一的房间 燕莱一脸惊恐望着他 还往被子里躲了躲 别怕 我不会伤害你的 我刚才就是生气而已 又不是跟你生气 燕莱一愣愣望着他 倒也逐渐平静了下来 叔叔你是我妈妈的四哥吗 妈妈说过 他四哥是一个脾气非常火爆的人 但他也说 四哥虽然脾气火爆 但是个好人 你妈妈还提过我们的好话 燕子熙不应该最讨厌我们才对 妈妈喝醉的时候 说你们都是很聪明的人 只有她是最笨的那个 还说你经常嘲讽她智商低 我什么时候嘲讽你妈妈智商低了 我从来没有 这是她忽然想起 跟燕子熙接触的画面 四哥你看 我六集终于过了 太不容易了 六集很难骂 你知不知道 魏扬在你这时候 已经拿到九集证书了 你什么意思 这是我辛辛苦苦考下来 我跟你们有不一样 是是是 谁让你是我们家最笨的那个呢 当时燕子西脸色涨红 也没有跟她生气 只是落寞的离开了 你妈妈可真小倩 不 我虽然不知道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 但是妈妈每次喝醉酒都会哭 她说你们永远都不满意 记得她满心欢喜被妈妈接走的那天 第一天晚上妈妈就喝得鸣鼎大醉 然后就打她 打累了就将她抱在怀里 为什么我怎样他们都不喜欢我 就因为我是全家族最笨的那个人 就因为我生下来是个错误 那你告诉我什么是对的烟来意 我们这种人就不配活在世界上吗 妈妈跟她说过最多的一句话 就是她的出生是个错误 之后总是会补上一句 她也是错误 我知道妈妈犯了很大的错 可是叔叔妈妈只是希望能得到你们一句夸奖而已 虽然妈妈做错了很多事 但我希望你们不要觉得妈妈真的坏好吗 燕丽行听到这话 心里很不适的滋味 燕子西已经死了 原谅不原谅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了 我知道了 你睡吧 以后不要叫我叔叔了 我是你四舅舅 你叫我舅舅就行 好的 四舅舅 别得意 明天早上你还要面试呢 你可要好好工作 赚取你的房租 我跟你妈妈关系不好 没有义务